老舟公寓未設置電梯 八十五歲留老太太 每週三次外出復健 過去得靠三人搬運輪椅上下樓 辛苦又危險 高雄市社會局 推動爬梯級服務 由專業人員輔助 按照排定時間 道府服務 因為說實在 我們自己抬的話 要會很大的力氣 而且說實在的 一個不小心 他也有可能向前請 對啊 跌倒 減輕責務者負擔 不僅民眾可以自費申請 每趟上下兩百元 另外使用居家服務 並需要陪同就醫者 能免費申請 讓居家服務員服務 較輕鬆 可以減輕我們家屬 跟居服務員 在照顧長輩上 在上那個垂直移動 上的一些身體負荷 那也讓長輩在使用 像那個爬梯機的服務以後 他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下樓去 然後到外面的社會 去跟人家接觸跟互動 根據統計 目前高雄市居家服務員 約一千五百人 每個月平均服務七千人次 是全國最多 而隨著長照二點零上路 高雄市約有一萬兩千人 能提出服務申請 扣除機構和社區照顧員 推估居服務員 短缺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社會局因此呼籲 零有照顧服務員 結業證照者 能回流投入服務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